空拍照片中左边的茶树明显生长良好 右边的则是相对稀疏 差别就在于左边茶树使用了枯草杆菌 来对抗病虫害及恶劣气候 大面积地把它喷雾在空气之中或者茶域上面 可以压抑很多猛爆性的那种病虫害 三亿瓷季禁思茶园采自然有机农法管理 去年起使用中兴大学与生技业者合作研发的奈米钙 结合枯草杆菌茶园产量增加三倍 品质也提升 它会促进大量的生根 根长多了以后它就可以耐旱了 所以同时它搭配奈米钙以后 强化它植物的叶片的吸收 利用枯草杆菌保护植物 有如用益生菌保护人体健康 让茶园接连度过寒害 旱灾与病虫害 实际的栽培方法是已经突破了极端气候 已经做到了 能够克服了 不用化肥 农药与除草剂 有机农法结合生物技术 爱护大地 同时也让茶树品质更好 茶的风味更丰富 大家请问张贵端欧阳光辉苗栗报道